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话军事频道节目,军武器言,我们节目主持Larry 这一节想和大家说,中国的调查船大阳号最近被报道在柏路海域附近出现 总共有5天,被告知没有通知柏路进入经济水域进行一些应该得到当地政府许可的海洋活动 所以被认为非法活动,以及带有军事目的在后面 我们今天就要讲讲,为什么大阳号要这样做? 除了大阳号外,还有其他中国科学调查船 他们也有其他名义在附近的水域进行调查 主要是帮助大型潜水艇将会在这些水域附近活动 甚至乎穿出岛链攻击美国全境的情况 开始之前,大家记得帮忙按个like 让更多朋友可以注意到我们的频道 另外也可以按个小链,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 好,我们就讲到大阳号 它本身是4000多吨左右的船 它被现在在帕鲁水域进行非法活动 如果您去看帕鲁附近的当地报纸 它们的国家安全那边有一个专员 在11月29至12月4日,提到大阳号 这个中国调查船进入了帕鲁 就在大概在上星期六的时候离开了 主要是去观察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什么要观察呢? 其实那里有一个水域 它专负责陷探下面的水民状况 但是由于它已经进入了帕鲁的专属经济区 其实它是需要向当地进行一个回报 就是要告诉它 在里面其实你做的事情是有什么关系呢? 例如你是否在调查一些海底 即我们说到石油、那些陷探的状况 或者究竟你在陷探那些抗产资源等 这类型的东西 当然,或者你根本在做一些测培 在海底做一些测培任务 或者收集一些水域数据 例如炎度、浓度、密度等的情况 我们会观察是一个均民两用的用途 尤其是我们说的 潜艇或者反潜战都相当之有关系 但无论如何,所有这类型的收集数据 都应该先问了帕鲁政府的海河 才可以在里面做的 所以你可以见到当地 即我们说的帕鲁 他们的担忧 包括他们的海市安全 他们的鱼类、野生动物保护等等 他们一直都要看着整件事情 也有请求美国的海岸防卫队帮助 但是因为天气的问题 当时就不太能派到船隻过去帮忙 大家都知道帕鲁本身是没有什么防卫的力量 主要真的要靠美国的 Coast Guard 它是负责一般的防卫 我们也看到在当地的数据分析 例如我们经常说的地理空间情报分析 它用船舶的AIS 即船舶自动识别系统 根据它行走的路线 分析究竟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们看到它在11月22日左右 去到菲律宾海附近的调查区域 在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 我们看看它的航行路线 大家看到它的航行路线 在菲律宾海附近的地方 其实这个位置 如果我们去观察 它其实就在一个地席附近 这个位置我们叫做九州帕鲁 九州帕鲁一个地席的位置 这个位置其实会分成三个盘地 这个海席你会观察到它是一个很深的海席 但这个位置很明显已经进入了帕鲁的专属经济区 如果你要在里面找很多不同的水下特征 这些位置是需要通报的 这些都需要尊重当地国家的情况 在中国船席你见到这些位置 我们平时去观察 你不可以采掛、不可以暴雨 因为它们自己一个 帕鲁有一个很大的国家海洋保护区在里面 所以大部分有八成的地方都不可以暴雨 或者八成的地方都不可以采掛 所以其实都相当敏感 就是一个这么高度环保的地方 你进入到不知道你还在做什么 事实上都会引起它的顾虑 但我们要观察 你看到中国去收集 尤其是在第二岛链附近的一些水域 这个我们讲的九州和帕鲁海赤 其实已经不是第一天的事 我们讲到这架大阳号4000多噸 它上面都有很多不同的先进偵測系统 主要它是一些机械人 可以将它的吊臂吊到海 就是一个整个万米的海床 基本上都可以做很多不同的鑽滑 去探检地质 或者水纹 我们讲的盐道 勞道 等等的情况 所以你可以观察到 就是这一船 它以科学调查为一个宗旨 但当中也可以搜集到很多 我们经常说的量用数据 即是军用也好 民用也好的数据 包括民用可以看到当地 有石油探陷 或者扩产资源等等 甚至乎漁获附近 乳的密度等等 全部在民用当然可以 军用刚才我们讲到 主要是潜水艇 反潜战上面来说 都是这么重要的成果 我们去观察 其实帕鲁在西太平洋的位置 大家一眼看都会觉得重要 首先它是构成第二岛链 一个重要组成的岛序 包括我们经常说的 北马来纳的群岛 然后掃下去就会看到关岛 然后再下就是帕鲁 帕鲁本身自治政府 其实主要的外交 国防也是交给美国 它自己本身 就不说有特别突出的武力 所以要防卫它 真的要靠美国为主 你观察到如果中国能够突破到这个位置 例如我们经常说 中国会透过巴士海峡来做突防 出了巴士海峡之后 很快就会来到关岛、帕鲁这些空间 要接近关岛 帕鲁是一个不错的区域的选择 大家看到帕鲁的位置四通八达 下一些就会去到澳洲 巴布、新基内亚、所罗门群岛等等 然后你再进入南太平洋附近 例如马兆尔群岛 你见到 Evan说和中国好有关系的沙摩 以及基尼巴斯 又见到在圆圈右下側的地方 你见到其实劍指夏威尔也相当接近 甚至乎帕鲁的水域直破 突破第二岛链穿过 攻击第三岛链也有机会 对潜艇来说 这是一个相当吸引的计划 如果能够突破到帕鲁这条封锁线 第二岛链也锁不住中国的话 他们就可以迈向美国预设的第三岛链 当然整个岛链的跨度十分之大 所以有没有机会中国来附近 例如所罗门群岛等等 一个很好的位置 甚至乎萨摩亚和基尼巴斯 都是一个相当好停靠位置的基地 另外在9月的时候 无论是菲律宾、文来和马来西亚 他们的经济海域也受到挑战 当时中国的调查船 似乎也有进入到相关水域 所以你会观察到 他们也有一个争议 尤其是马来西亚 因为马来西亚在三国之中 就算比较大国 如果他们看到4600吨左右的大洋豪 进入了经济水域 距离菲律宾的巴拉望岛 就大概40海里 距离马来西亚的东海岸 就60海里 这些位置完全进入了200海里的经济范围之后 再做一些不是无害通过的事情 无害通过是要迅速 而没有其他武器或调查的情况之下穿过 但很明显留在水域几天 一定是有工作 所以马来西亚外交部 又和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 有抗议 有召见他们 即是在沙巴或沙腊月附近 究竟你在做什么是需要调查 即是需要交代清楚 亦都违反了马来西亚内的1984年 专属经济区法 以及我们再看大一点 和国际海洋法公约也会有关系 所以大家留意 马来西亚都一个严谨的交涉 包括南海的议题 还有你看到很多不同的 他们的国家利益的情况 但其实都可以这么说 大洋号不是孤单 另外他也有朋友在附近 包括海洋地质10号 久不久 有9号、7号、10号 他们都会在不同的水域出现 你看到在今年的8月 他也有去过印尼的经济水域 又是做了一个月的原油探陷 然后回到他们的永暑礁 然后做这个补给 然后很快就可以展开下一步的行动 菲律宾那边 9月30号也有和中国做了一个抗议 包括有150艘中国船 在他们的西边的领海附近出现 例如圣灵礁的位置 令到他们没有办法 那些渔民可以在附近海域正常做捕鱼 就算马来西亚在去年也试过 所以和石油的探陷船 海洋地质8号也有对视的情况 而这个海洋地质8号也有进入过越南 所以你会看到 基本上在南海的东岸和西岸 你都会看到经常会发生这些对视的情况 马来西亚今年也有试过 有16架军机在马来西亚的航空清步区附近 所以对马来西亚来说 它构成的压力相当之大 我们有留意到大洋号 其实它也有穿过一些敏感的水域 另外一个他们也会去砍查的地方 就是冲之鳥岛或者冲之鳥礁 在附近做一些海事调查 这些可能大家平时就很少留意这个讯息 说到冲之鳥礁是日本刻意扶植的地方 其实那个位置的植是相当之小 不过他们用科技不停培植这个植 它和中国在不同的地方 它没有将它吹沙田海变成一个硬岛 它反而不断令招盘扩大 用一个有机工具的方式 扩大招盘慢慢令它撞大 这个情况 招盘慢慢变成一个类似岛的情况 然后再claim200海里的经济海域 这个你见到日本冲之鳥礁 这个安排比中国吹沙田海很多 不过成效就好像没有中国吹沙田海 做到这么夸张恐怖的情况 日本很想将日本水域的南部一路抗展开去 你想想由冲之鳥礁一趟200海里 那又会突然有一个很大的海洋权益在 之前也有捉到台湾一些渔民 也是根据冲之鳥礁200海里的 专属的经济水域去做的 所以你会见到中国也有派到大洋好 在中资鳥礁附近进行一些系统性的分析 这些都是我们刚才说的 如果去搜集海洋上的情报 都是要得到那个地方 专属经济区域里的政府的统议 但这里就会成为争拗的点 中国也公开呼吁去阻止日本这种 就是慢慢蚕食附近水域的经济海洋利益的情况 各国政府都需要加以留意 这个位置你就会观察到 有5架调查船在附近上经过 我们说大洋好是其中一个 他们包括什么呢? 包括他们去调查海底测量 他们说这么巧 那个位置我们刚才说 又是属于九州帕鲁海峡那条海脊线 就是由这里一路伸延到去 就是我们说帕鲁的位置 所以你会发现到 其实这个根本就是 跟中国我们说的海底潜艇活动 现在去测试它的地形、水纹等等 是相当大的关系 我们会观察到 其实中国很明显的潜艇活动 不甘心于被锁在第一岛链之内 所以他们必须要走出去 令到他们的潜艇活动 可以再拓展到第二岛链 包括可以潜出贯渡 甚至乎穿出第二岛链的情况 我们经常说 为什么中国这么急需要 把潜艇活动突破第二岛链 原因是在中国的战略需要 尤其是他们的国家战略需要 第一个就是 美帝亡我之心不死 所以他亡我之心不死 我都要防他 甚至乎要握他的喉咙 首先你要有战略威胁的情况 包括我们说核三为一体 中国未有的 但就算不三为一体 也要各核弹可以简指美国传统 要简指美国传境 暂时会有六级的力量 而海级的力量 稍有不抵 如果他们必须攻击美国本土 就这样 如果他们本土发射 核弹道导弹 即使用他们的潜艇 都未能抵达到美国的全境 我们先看看 现在中国的SSBN 即核弹道导弹潜艇 即是号称灭国的潜艇 能够发射 即是毁灭美国的核弹 他们的范围 由海南岛那边 我们去算 如果它可以潜出巴士海峡的话 其实它可以大概攻击到美国的西岸 如果我们再延伸一条红线 要将它攻击到华盛顿 就可以掩折到美国全境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扩大它的攻击半径 要么就要将飞弹的攻击半径增加 要么就要你的载体 例如我们说的094 就要走出一点 走到哪里 走到去 要穿越第二岛链 至到第三岛链之间 你就会有机会覆盖到美国全境的位置 所以大家就会明白 为什么现在它这么需要 在第二岛链这边 进行大量调查活动 方便他们的094 甚至将来的096 可以去到这些区域发动突袭 这个突袭 事实上对美国的安全威胁 就会構成一个很大的漏洞 但是我们也有说过 中国的潜艇有先天的缺陷 包括他们的噪音 暂时还是比较大 如果跟西方列强 包括英国、美国、法国和俄罗斯去美国 中国的核潜艇的噪音 事实上都是高出不止一个等级的情况 当然我们会观察英国、美国和法国 他们的潜艇的消音技术比苏联和俄罗斯 或者是好少少 即是半级左右 而俄罗斯又比中国好一级或不止 我们去看看 即是我们去观察到进级 即是我们说这个094 它的噪音大概就等于我们说Vector III 这个攻击潜艇 大概好级数 或者等于Delta 这个SSPN 其实它也是比Delta 或者是为之错的情况 即是说 它基本上大概是前苏联 30年前左右的技术 当然都会急起直追 但你会观察到 它如果是这种的噪音程度 就多难出公海 如果出公海 如果出公海 很容易被人捏杀 你上面还有这么多核弹 真是一个世界大灾难 我们说这种国之重器 一手都不得了 如果被对方攻击 那绝对是一个国家安全 一个很大的隐患 所以我们都相信094 暂时都未必能够 执行到出港做核子巡航 即是将来确保 它们能够打击 美国本土的任务 各位看到这里 你大概都知道 即是说 来到094 再加巨浪2 或者巨浪2A 都未必能够 保证到中国能够 做核威胁 美国本土的部署 所以比较实际 就是你要想 接下来应该要进行 下一代核潜艇的改造 包括096 这个唐级 096 你会发觉 它是一个 比较大吨位的核潜艇 它能够装导多很多 弹度导弹 包括16飞 弹度导弹 攻击美国本土 这个大致 你会见和英国 即是来近下一级 它们的核弹度导弹潜艇 相弱的技术 当然 噪音level 我们相信 应该会大幅降低 所以 096 实际上应该有机会 接下来可以出大洋 做核子巡航 所以你建议做很多工作 搜集很多不同的情报 似乎都是为了 接下来的096 做核子巡航 做一个预备 当然 要配合096 当然有巨浪3 巨浪3 这个飞弹 大约12000公里 和我们现在看到的 东风31AG 都是相约的射程 即是将陆机的东风31AG 塞在前顶 其实理论上 还未能够在中国本土 攻击到美国的全境 但只要出少少 去到巴士巡航 都差不多了 到时096 的静音水平 可能对他出巴士巡航 的情况 并不太敏感 甚至乎 如果他们相信 他们已经修复了台湾 的话 由台湾那边出发 事实上 也不太困难 能够打击到美国全境 这个右侧面 看到为什么呢? 中国这么想 去修复台湾的情况 因为 再配合了096 和尼奥的巨浪3 事实上 他们的国家安全 提升的等级 就真的不是 一个数量级 那么简单 所以说到最后 始终他们去做 帕奴这边的调查 都是大大有利于 他们未来的核潜艇 进出倒链 甚至乎 发动对美国的全土突击 这个也是 与他们的国家安全策略 有一个很深远的联系 好 这一节 就是我们说到 他的大弱 进入了帕奴 进行被认为非法行为 未来应该都无人无知 我们会继续 冠武器为大家观察 大家也记得 帮忙看广告 订阅我们的YouTuber 帕奴的频道 另外 货金可以透过 恒新银行 Payme和转速快 另外 海外网友 亦可以透过PayPal 支持我们 广东话军事放送的频道 另外 大家也可以留言 和分享 潜艇 这些问题 实在无有无知 不过 我们要为大家 抽屎剥颜 看看 当中 他们的关键 穿越等等 因为如果不是坊间 纯粹第一 就是水光鸭杯 智信石 听完是无益 第二个 武俠小说式 科幻小说式 也不是 我觉得对大家 现在已经够忙 不用这么多 武俠小说和科幻小说 听这么多 真的听一些认真的分析 令你比较理解到 国际形势的角力之间 究竟 军事力量的糾纏在哪里 好 大家也可以在下面 留下留言 说回你的看法 好 我们的节目主持Larry 我们在其他 世界附近消息 再见 拜拜